我回来 没有任何人知道啊 你写信的纸 是小学生作业本上撕下来的 信上面有一滴墨水 所以你用的是毛笔 信封不是当地邮局的 而是自己用江湖糊的 糊信封的时候手划过信封 也沾上了一道墨水的痕迹 和信纸上是一样的 江湖 毛笔 墨水 作业本 除非是在太平的环境里面 要不然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一张桌面上 现在上海除了租界之外都在打仗 你的身份有那么特殊 从哪里能找到一本作业本呢 我刚认识你的时候 你就在这里教书 我来只是碰碰运气的 只要你愿意 你就没有做不到的 但愿我都能做到 我要和田先生的女儿 田丹结婚了 你们怎么能到一起啊 是我追求她的 喜事啊 本来是要办喜酒的 现在也不办了 去年那船货安全的出户 这件事情呢 我和组织已经汇报过了 所以组织上 非常渴望你能加入 如果建案支付重新组建的话 那你就是我们第一个要发展的对象 我知道你是在有意迴避 不过你 你看一看 大半个中国都在战火中 日口就在我们眼前 必然是全民抗战的 肖老师 您不用跟我说了 我晓得 复朝之下安有烦恼 那么说你同意了 我愿意 太好了 这样的话我们禁案逐步 就如虎添翼啊 以后我会有更多的时间 负责一些迎来送往的事情 那上海的事情呢 就全靠你了 我尽力而为 全靠你了 dóurs 4100 0000 Y搭打 af一下 我只有 12 0000 通了吧 温哥 竟禍 怎么弄到你那儿去了呢 斩转了后几次 但是现在 三脚地也不安全了 我来就是想跟你讲 尽快找人去转移的 什么时候云 最好明后天 明后天 这样吧 后天 我安排一部车到三脚地 你看怎么样 那就后天晚上 好 好 还有 田先生因为我这段时间忙 也没过得去联络他 现在好了 他是你的老丈人的 难怪你关心他那批药品呢 田先生和田太太 已经去世了 什么时候 就在你走后的第二天 死在我面前 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还记得那天运火的时候 我和你讲我日本的教习回来了吗 这是今天 这是真正的目的 击死 好 好 我当然记得 幸亏你去我换船 不然的话 我就被金剑 一包扎死在 无存口的江面上了 那个人叫英作 第二天 他就去了田先生家 这两天 这两天恐怕不方便 没关系 都是自己人了 那就后天晚上十点 我在菜场后盆等你们 你知道菜场后盆那条巷子吧 我知道 如果你临时有事 但是 你就到这儿来找门口的姑妈联络就是了 那我先走了 你等等 感谢你为他们做了这么多工作 好 陈老师 我见到你心里踏实多了 都一样 我还有两件私事 不知道党能不能帮忙 说 我想把我妈还有点单转移出上海 可能会有些麻烦 好 我来安排 可能要到西北安全的地方 多待一些时间 你遇到什么危险了吗 赢走自从那件事情 以后就一直盯着我 我想先让他们走 这件事情你放心 我安排人 一路安全地把他们送到西北 谢谢 不客气 都是自己人 是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雷管 炸药 隐线 可以给我一些吗 你叫他干什么 我怕离世的时候会有用 到时候再找不方便 好 自己拿吧 还有手雷 是 三个手雷 其他都是沾药 点不好意思我都拿走了 你太太心了吧 没什么东西啊 本来以为 这辈子再也用不上这些东西了 来 你这手怎么了 受了一点血伤 没事 我不送你 后天晚上十点前 徐天踏实了 向老师说 静安之部有他 会如虎添衣 徐天说 我加入 我愿意 他平静地答应 这些天混乱的心 悄悄舒展开来 从此有了依靠 这让他如虎添衣才是 等完了这些事 徐天要一个正式的仪式 像一年前 七位把性命交给他的英雄一样 面对党齐认真宣誓 认真答应 从此无惧 没想到你 这些人 这些人 有什么事 我愿意 有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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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先出去 你们这么盯着我 我吃不下 端走 我不吃 我吃 谢谢老板 走 奔走 各位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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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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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才不 你 你拿我锅干什么你 你我回来 放在那儿跑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样不合自的呀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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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你半天也不答应一声 我在生炉子 我来吧 天明怎么说 她想没事呢 那你的意思 天小姐能够回来咯 生炉子烟大 你到屋里去坐吧 不要删啦 这些柴虎都湿了 受潮了怎么删得着呢 燕大 你进去坐好了 你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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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你要跟我 讲句实话 讲什么实话啊 你是我的儿子 这些日子 咱们家发生的这些事情 你心里明明知道你在哪儿装 你知道我心里是怎么想的吗 我都闷死了 有啥事情你说出来好了 你吓不倒我的 能有什么事情啊 没事的 你早点说 我好早点准备 就算我帮不上大忙 我可以帮你收拾收拾 我最怕的是什么 最担心的是什么 是你每天一出去 我都不知道你哪天 难不能够回来 我还是不刷了呢 历史的 把手术都拆开 纱布拆开我看看 破了点皮 马上就好了 擦破点皮 早就该好了 那天 我当时 我已经拆开了 你拆开了 你拆开 我今天要你拆开 你知道吗 别拆了 什么拆开 有什么拆开啊有 你拆呀 我拆开 你拆呀 你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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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拆开 你拆开 看ительно 怎么国家的灯 满意 没事 你马上就好了 我偷你抢前十几回 我们过几天 要离开上海 我们 我们三个人 啥时候 三天后 那 这房子怎么办 放心吧 我已经拜托给小翠 让他帮我们租出去 那时候房租一分都不会少 我们什么时候再回来 让日本人滚出中国 要没有关心 刚才编细 不是 他在那里然 要不然 让我们 должен 一下 我以为这样就能 平平安安地过老百姓的日子 你儿子傻吧 日本人我都恨死他们了 他们就是畜生 就是畜生 是 三天后上午秋天 把下强谷五湯军和燕少礼的人带到这里 当然也是秋季运送药品的 那个光阵的 多年以前 欲晃如昨天 老板 白老板说 如果你有时间 今天终于到呼吸找他 我跑去找他 我也说了 您这里也有事情 他怎么做 他说 他也有应酬 上次过来 白跑一趟也没啥 是没啥 谁叫他有货呢 对 白老板还说 一定要把钞票带好 要不然也是过去喝喝酒 白去 我给他带把刀子 一刹烟土 两百包 算算要多少 大概两个鲜了丝 抵出去都不太够 我没有这么多钱啊 还买他货做啥呀 这不是都花不完的呀 你永远也不晓得啥叫发财 我们已经发财了 发财要先找靠山 从前我以为老廖是我的靠山 现在呢 日本人才是我们真正的靠山 晓得吧 五行也排在这里 正好今天晚上去那边看一看 这个钱呢 臭也要臭出来 你连翻个五六倍也不止 五六倍啊 文赚不赔 那也要先把钱臭出来吗 是不是啊 小白脸 这种事情我不好插话 为啥 你和老板是兄弟 我只是做做事情 里外要分清嘛 小白脸 等到呼吸烟管开起来 归你管 金刚就留在住戒里面 管堵当 反正我也懒得跑 老板 只要你相信我 我一定把这个做好 自己兄弟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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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象还是觉得钱重要吧 我就晓得你不是的 现在知道配不上铁灵了吧 我要走了 明天叫金刚来接你 干嘛 到呼吸一个朋友那边 喝酒谈买卖 我不去 大家都是股东啊 不好这么不上刀吧 算我求你行不行 真的很重要的朋友啊 我帮过你 你多少要帮我一次嘛 再怎么说 你也是上海有名头的个性啊 帮忙撑撑场面嘛 几点 谁一点中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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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事情